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上线难题僵局依旧难破 民主共和两党讨价还价 债务委的背后 两党割裂加剧 谈条件 挫时间 本就千疮百孔的美国经济还能经得起折腾吗 另外一方面 韩国总统尹熙岳到访美国 两国的元首会面 国会演讲 表面看起来是一派祥和 而在寻求结盟的背后 尴尬评估 美韩关系在立字当头的前提之下 能否更上一层楼呢 今天节目当中都会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 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 美国政府的债务上限问题 成为了美国国会两党的博弈正宗 拜登强硬的表态 拒绝通过削减开支来提高债务上限 而美国银行业风波再起 也拖累了美股在周二出现了全线的下挫 第一共和银行单日的股价出现了腰斩 这也引发市场担忧情绪再次升温 美国债务上限的僵局持续 白宫周二表明 美国总统拜登将否决中约议院议长 共和党领袖麦卡锡提出的债务上限计划 拜登更是强硬表态 拒绝通过削减开支来提高债务上限 即使两院通过议案 他也不会签署生效 美国财长耶伦则警告 债务上限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 将破坏美国过去两年的经济成果 甚至触发金融灾难 有经济学家预估 美国财政部的现金在八月左右就会耗尽 与此同时银行业风波再起 第一共和银行披露第一季存款余额 1045亿美元 房比减少近720亿 降幅近41% 踢除摩根纳通等11家大行 上月存入第一共和银行的300亿美元 实际流失的存款达到1020亿美元 彭博社报道 第一共和银行计划展开更大范围的付救计划 包括剥离500亿到1000亿美元的长期证券和抵押贷款 市场对银行业健康状况的担忧重燃 避险情绪升温 美债收益率跳水 两年期美债收益率最深跌24个基点 市首4%关口 为一个月最大跌幅 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一度跌至3.38%的近两周低位 美股全线下挫 三大指数都录得本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道琼斯工业指数抽爆33530点 跌幅1.02% 标普500指数下跌1.58% 11大板块全军覆没 而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跌近2% 为近两个月来最大跌幅 银行股集体走低 第一共衡银行遭到大幅抛售 周二跌幅超过49%至历史新低 今年以来已经累跌超过93% 港股则在三连跌后小幅反弹 但仍然没能收获2万点大关 横指收报19757点 升幅0.71% 科技股多出上行 带动恒生科技指数上升1.25% 那围绕这一系列的变化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警风管理投资总结 杨维女士一块来探讨分析 杨维女士您好 主持人向我好 杨维女士我们可以看 说到美国的这个债务上限 与其说是达成上限的协议 不如说是民主共和两党 各自讨价还价的这个窗口期 只不过这次的这个窗口期 似乎有点长 如果说一再僵持下去 究竟会对美国 这已经千疮百拱的经济 带来什么样的打击呢 另外这个共和党一再要求这个减少开支 是不是会让美国的日子变得更难呢 确实是 我们看到从今年1月份开始 其实共和两党一直就 就整个债务的上限 其实一直无法达成共识 其实已经达到了债务上限 31.4万亿 那么民主党呢 他希望能够提高到50万亿 那这个就是有20万亿的一个空间 但本身共和党只要求 我给你1.5万亿 大家看得出来差距是非常大的 那么接下来一段时间 这一定是一个拉锯和博弈的过程 那我们先说结论 其实整个这个过程 最终也不会让美债来违约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概率的事件 最后就看两党谁先妥协 妥协的概率 这个幅度有多少 为什么共和党这么不愿意去给他 这个国钱 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 大家为2024年的大选做准备 一旦把钱都给了民主党 他一定会将巨大的资金用来买票 那对整个明年的大选 就会带来一个决定性的优势 所以整个今年所有的这个 我们看到货币政策的一些变化 最终结果其实都是为明年的大选铺路 我们相信这大概大半年的时间 整个美国市场 尤其是债券的市场 可能会波动很大 但归根结底 我觉得目前市场 还没有将美债违约纳入一个预期 整体就是一个波动的行情 那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拜登已经宣布要参选了 现在他如此强硬的反对 这个麦卡锡的这个提议 似乎也有这个对接下来 这个大选埋下伏笔的 这样一个因素在里的话 那其实这么考虑下了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银行业的危机 似乎远没有看起来这么的平静 随着美联储之前官员这种鹰派的言论 至少接下来这个五月份的加息 可能说是在所难免板上钉钉了 那第一共和银行的这个股票 我们也可以看到被大幅的抛售 尽管这个美国官方释放出来一个信号 说这依旧强调 它这是一个孤立事件 但似乎事情并不只是于此 那接下来美国银行业的危机 您觉得还会持续发酵下去吗 我相信大概率还是会持续的 其实不仅仅是目前 这个整个我们从市场的一些行为上 也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大家并不买账 那官方的表态一定是出于一个谨慎的态度 希望把它淡化成一个孤立的事件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市场的反馈来看 本身业绩也确实是给大家一个印证 所有资产在流出 而且它在变卖的时候 整个买者寥寥 如果真的像官方所谈的 整个这个事件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的话 其实或者资产已经是相当优质的话 大家其实是会是去购买这个资产 但目前来讲 我觉得整个这个流动性的风险 从这个各个银行的层面 会是一个不断蔓延的状况 那我们讲的危机 为什么我们很难去预测它 尤其是整个银行界的一个危机 就是它最终都是以大家意想不到的一个形式 猝不及防的去突袭这个市场 所以接下来当大家觉得这个危机已经过了 或者流动性的这个风险已经被淡化之后 可能它会在某一个银行之中又突然间发生 所以我们还是相信在2008年当时发生了 一盖一系列的一些银行间的一些这个流动性危机 给我们的一个提醒的 就是这个危机可能会是一个出现数年的一个这个事件 所以在接下来可能几年的时间 我们都会看到美国银行界的一个这个暴力 或者不同的大小银行之间这个腾挪 那当然了大银行它的一个资本 整个它的抗风险能力还是更强 所以我们接下来一定会看到一些资金像这些更大的 有一些更强的这些抗风险能力的银行去流动 可能未来会对中小银行更加不利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美股方面 最近可以说这是哀嚎遍野 现在是财报季来临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餐饮巨头麦当劳跌了0.6% 脱离了历史的最高 那具有经济情侣表意的这个货运的巨头UPS 也跌了10%来到三个月的新低 都创下2020年10月以来最差的单日的这样一个表现 整体来看一季度的营收和盈利均不佳 那么瑞银一季度的这个净利润几乎都出现腰斩 这一系列的数据是不是都在警告说 全球需求现在看来仍然还是持续偏软的 那这些因素会导致就是在今年晚些时候 像美国还有欧洲的这个经济衰退 是不是真的就会如愿而至呢 我觉得欧洲目前的状况 其实大家已经有共识 它可能确实是一个就有通胀 然后经济又收缩的一个状态 就是一个通缩大家最不见的最不愿意见到的一个组合 那美国呢其实在去年一季度业绩公布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还是记得很清楚 当时其实也有一大批非常大型的企业 低于预期包括沃尔玛包括Target 那今年的一季度我们看到 其实虽然您刚才讲了几只个股呢 确实给大家非常差的一些业绩表现 但确实我们也看到像谷歌和微软 还是能够给大家一些这个 这个相对来讲比较满意的一些业绩 所以我觉得从过去到今年整个一年的时间 我们看到美股的经济在不同的领域 经历了它自己的一个周期 有一些零售的领域 或者是包括这个运输的一些领域 确实到了它整个行业盈利的一个低点 但相关的整个互联盟企业 可能在经过过去两年几泡沫的过程中 终于淡发出来新的一些增长潜力 包括AI在内的一些新的这个业务 新发展的一些动力 那么这样来讲 其实我们整起来还是判断 美国的经济是往下走的 但是不排除还是有个别的一些领域和行业 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增长点 那我们还是保持一贯的看法 国内包括国际市场 都是处于一个经济相对比较薄弱的一个阶段 可能千一八二动全身 一点点这种风险事件 会带来整个资本上的一个波动 但在这样一个动荡 或者说分歧非常大的一个环境里 我还是觉得 我们的投资机会可能会更大一些 那其实说了投资机会 我们后续怎么来判断整个美股的走势呢 似乎目前很难看到有太多这种布局的机会 有没有可能是有一些进场的机会 那么在港股方面 我们又该如何来判断或者说布局呢 对就像我刚才讲 我还是觉得目前虽然说市场的分歧很大 尤其是对未来的经济 大家有非常多相对悲观的一些预期 但越是分歧大的市场 我们觉得投资的机会可能预期差会越大 那对于美国来讲 大家都在等美国股票 就是股市的一个大跌 但相对来讲 美债它的一个收益 相对来讲 可能还是比较有确定性的 因为在过去六次大幅升期的一个过程中 将加息到降息的一个过程 都是美债的一个黄金时点 所以今年呢 我们还是相信整个美债 会有一个相对不错的一个收益 那反观在各个不同地区来讲 我们还是觉得今年 在全球的增速来讲 中国今年可能增速会在5.5 甚至到6的一个水平 那反观我们欧洲 今天是负的0.6到1 就是GDP的水平 那美国可能是0.6到1 这样一个正的水平 但如果从RU这个资本回报率来讲 我们觉得亚洲 尤其是中国这种经济复缩 它能带给整个企业盈利端呢 还是不断改善的 它也会信一部分资金 那如果从整个货币的周期来讲 我们还是觉得大宗商品 包括黄金在内的一些这个 整个大宗商品的一个价格呢 还是会有一个上升的空间 因为毕竟每次加息到降息期间 我们会看到美元 它的一个相对走弱 那它会带来整个大宗商品 本身价格的一个上涨 那黄金在过去 这么多次周期以来 每一次美元从加息到降息的过程中 都是一个大幅上涨的这个情况 那这一次呢 我们相信概率也不会差 虽然我们看到已经上涨了很多 但如果从08年到现在为止 我们计算了整个货币发行量和黄金价格上涨的幅度 黄金上涨的幅度仍然是低于整个全球本身货币发行量的一个比例 所以它还有至少10%以上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如果寻找确定性的一些投资机会的话 我觉得今天比较确定的是中国的股票 美国的煤债和整个黄金板块 好 今天特别感谢杨维女士 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韩国总统尹熙悦访问美国的最新动态 尹熙悦这次的访问可谓是行程满满 其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韩美两国希望借机达成哪些目的呢 下一期我们将会和财经评论专门周文辉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 稍后见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能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 接下来我们大家持续再来关注韩国总统尹熙悦 最近展开的美国的访问行程 有哪些快点值得我们关注 我们继续邀请到了财经评论员周文辉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 欢迎朱先生 首先跟大家一块来跟进最新的消息 尹熙悦今天和美国总统拜登是举行了会谈 其中全球供应链技术合作成为了焦点的议题之一 尹熙悦携他的夫人今天是在白宫和拜登夫妇进行了会面和交流 随后就举行了首脑会谈 那除此之外 他这次的形成重点还包括了前往朝鲜战争纪念碑 在国会发表演讲 到访美国太空总署NASA 以及出席一系列的商业活动 在25号 美韩双方就签署了一共有23项的合作备忘录 涉及到了众多浅艳科技以及能源产业 尹熙悦就表示 韩美双边关系发展应以供应链为主 并且构建未来导向的创新科技联盟 那公开资料也显示 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已经连续两年创下新高 去年是达到了770多亿美元 其中对美国的投资占比差不多是36% 位居在第一位 那朱先生您看 这次其实我们在持续关注韩国总统尹熙悦到访美国 昨天我们就特别谈到了虽然说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 可能背后还有很多很多的尴尬 从今天来掌握的消息来看 韩国美国之间确实是签署了不少的协议 涵盖了不同的方面 除了刚刚新闻当中提到了 其实我们看到包括像Netflix表态 对接下来四年当中有25亿美元 对于韩国电视的这样一个投资 同时韩国的三星SDI和美国的通用电器 也准备达成一个协议合作 接下来可能要在美国设立电池厂 各种各样的这种消息都传出来 表面上看韩国美国达成了很多的协议 这是不是尹熙悦这次到访美国最大的这样一个目的 或者说它还有哪些亮点 哪些形成的焦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从现在媒体来看 特别是前一段时间 咱们看到媒体关注的是 尹熙悦为了去美国这次国事访问 是一次非常高规格的非常好的礼遇 他不惜去得罪俄罗斯 得罪中国 然后他也不惜得罪国内极其强大的反对日本的这种名义 要拿到像刚才出现很风鲜光亮丽的场面 但是从战略上看 确实美国是希望尹熙悦 因为他做事比较愣 你想想看他以前的时候连续起诉了两位前总统 是右翼阵营的前总统 然后因为这样他就赢得了文在寅的信任 就把他推到总检堂的位置 反过来又在和文在寅的进阵当中 他又得到了总统的宝座 所以他往往都是显中取胜 所以美国也是看到这一点 就把他利用价值发挥到最大 但是我们要穿透这些情况来看 这次跟他去的还有很多韩国的大企业的总裁 CEO 还有董事长 他们要干什么 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选择和韩国来强化所谓的供应链 其实问题到这里很明显 似乎美国韩国之间有互相的这种投资 美国其实心态表现出来也比较的急迫 就是希望拉拢韩国这样的一个盟友 站到他们的这边 美国现在为何如此极其的要把韩国拉到这样的一边来 他们背后有些什么样的小算盘 美国你看拜登他很清楚要复兴美国的制造业 尤其是在很重要的两个领域 现在看来美国很清楚自己搞不定 比如说芯片一方面就拉台积电 一方面就是拉韩国的三星 而美国现在最缺的不是什么原创的技术 而是工程师队伍和工艺制成 这个无论是台积电还是三星都有 同时他希望在和影习院互联当中给影习院施加足够的压力 说你不要再给中国出口那些芯片的技术了 我们这样才能够把中国给憋住 但是我们其实看来还有另外一款美国现在要做的 就是拜登提出新能源的或者是电动车 到2032年三分之二的美国的车要变成电动车 但是美国突然又发现 自己虽然说以前有几个百年老电 但是他们现在没有电动车的电池 技术也没有 更关键是还是没有工程师队伍 所以这就出现了刚才谈到的投资的重心 其实就是让韩国去投资电动车的电池 来和美国的帮助美国未来几年 把这块给补上 当然美国表示自己还是有软实力的 你看我那个Netflix 干嘛要投资多少亿美元到韩国来 因为都知道韩剧还是比较流行的 也制造一些韩剧 其实投资在这边就是生产 但这个和韩国对美国的投资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小的数目 所以这里面也凸显出 全世界美国想重构供应链 他发现没有几个是靠谱的 现在能够为美国所用的除了台积电之外 就是韩国的在这些领域的这些投资 还有可能越南有一部分比较守机率的工人 还有印度比较守机率的工人 再加上可能墨西哥他所谓的近安外包 还有什么有安外包 但是加起来他也没有办法摆脱对于中国供应链的这种依赖 所以整个这次会谈像咱们刚才新闻报的 就是这个主题就是供应链的重构 当然要面向未来所谓的创新 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所有这些东西都表明了 美国现在非常着急 无所不用其极的想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虽然他们口口声声说 不寻就和中国的脱钩断裂 但是这个都是在买时间 这能不能看成是拜登对于他接下来要参选 捞的又一次的政治成本 他确实做出了很多光鲜亮丽的外表的这样的一些成绩 摆在这些选民的面前 也有可能会为他接下来大选争得更多的筹码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因为他比如说你投资一个50亿美元电池厂 拜登肯定就说 这个地方可能是选举比较交走的地方 或者他在电机的时候 他会去那个地方开始竞选 你看我又创造多少个就业机会 基本都是这个套路 所以现在看起来美国韩国之间 可能更多的是以利益的这样的一个交换 并没有说真心实义是想做朋友的这种朋友的这种情况 所以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这些变动 可能也是值得我们时间更多的来分析和观察的 今天特别感谢周恩惠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 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 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 国务院在今天印发了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的意见 那意见已经提出了加大出口的信贷支持 鼓励银行和保险机构扩大保单融资增性合作 加大对中小微外贸企业的融资增性支持力度 同时鼓励金融机构进一步的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 意见又要求培育汽车出口优势 引导汽车企业和航运企业签订中长期协议 另外意见还提出了妥善的应对国外不合理贸易限制的措施 并且继续为境外客商办理来华签证提供便利 同时也要尽快的推进国际航运航班稳妥有序的恢复 推动中外航空公司的复航增搬 更好的为商务人员往来提供航空运输保障 刚刚结束菲律宾和日本访问的美国贸易代表戴琪25号强调和中国经济脱钩既不可行也不是拜登政府的目标 戴琪25号在电话吹风会上总结了近期对印太地区国家的访问 戴琪此司到访的菲律宾和日本都是印太经济框架的成员国 与美国一起占到全球GDP40% 戴琪称印太经济框架是为了促进区域经济的弹性可持续性和包容性 与其他的贸易协定并不冲突 戴琪强调拜登政府一直以来都明确表示 与中国经济脱钩既不可行也不是目标 美国财长叶伦上周就中美经济关系发表讲话时也指出 不寻求与中国进行经济脱钩 并呼吁建立建设性和健康的中美经济关系 但叶伦还表示 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要优先于经济利益 而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 预计美国总统拜登很快将签署一份行政命令 要求美国企业向政府通报对中国科技公司的新投资 以及禁止在芯片等关键领域进行对话投资 布黄卫视 王宾如 王天意 华盛顿报道 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 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韩国媒体聚焦总统尹熙月访美行程 美国总统拜登今天在白宫为尹熙月举行欢迎仪式 并进行韩美首脑会谈 讨论供应链半导体等经济安全议题 并希望将韩美同盟拓展到科技领域 尤其是强化太空技术合作 为配合这次行程 多家美国企业宣布扩大在韩投资 规模达7.8万银韩元 约合59亿美元 新加坡上海全面合作理事会 第四次会议本周在新加坡举行 两地签署了15项合作协议 涵盖金融服务 技术创新 数字经济整多个领域 新加坡与上海去年货物贸易净出口总额 达到998亿元人民币 约191亿新元 同比增长8% 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 红身材表示对新互关系成为心中双边关系的重要支柱 有信心 日本初创公司iSpace去年底发射的白兔二一号月球探测器 26号凌晨尝试登陆月球 但在登月前通讯中断失去联系 iSpace认为探测器可能由于高度计算错误 在下降过程中因燃料耗尽而坠落月球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松野博一对此表示遗憾 强调将继续支持探索太空技术的私人企业 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陪伴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